7 6 5 一次是要點的那一下 3 2 1 他就在海灘上這個火就跑過去 就爬到了船上 船上才借了這個梯子 但是一直跑過去了以後 點著那個梯子往上回 那一個瞬間 著啦 這一下 不可看不去 不可阻止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了 這一下其實是 解放啦 我感到最幸福的瞬間也是 解放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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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上升 那时候你是小城里一个著名的文艺青年 你自己说又打拳什么都 我觉得很好奇 比如你说的情欲的重要性 你是什么时候特别早意识到这种被压抑 包括在创作中这种 是在泉州的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 这个我父亲应该是我最早的这一种 家庭是国家和整个社会和民族的缩影 在我们我奶奶家族都是造枪的 那么土匪啊国民党都要来 整天要请他们修理 他们什么枪都能修 那我的奶奶的爸爸就是我的曾太公 曾太公 对 他百花百种很厉害 所以我奶奶气质很大气很盛 然后我们是海边嘛 在海提赛走 有人在后边跟他站着 说你知道我是谁的女儿吗 那说一下他爸领着 人家又吓得就跑了 比方以后他们这个家族 整个只能做水龙头 因为水龙头 这个领整天领开 整天领开 整天领开 很容易坏 但他们能造得很好 所以他们这个水龙头是卖片前中国 很厉害 那我们家我父亲画画 我奶奶经常会说 你那个画就是让我唱 烧饭的时候起火要我最好 那个就是扁他 然后我画的话就说我画得很好 这个孩子以后肯定了不起 那么可是我 就是你刚才的问题是说我会意识到我压抑吗 对压抑 就是整个包括创作者的这种 对 所以因为我奶奶这样在比较我和我父亲 我很小就发现 其实我他妈就像我父亲 胆子不大 我很小坐在他腿上 他卷了烟 然后我帮他卷烟 他在火柴盒上画了一些山水 纸烟不是还要用口水连一下那个烟 他感到我口水沾过的这个纸烟抽起来香 其实是情感 那他就画那个山水 说这是我们的家乡 都给我讲这是家乡 其实我慢慢都懂得那个家乡 跟我们的家乡 他画的家乡根本不是 我们的家乡就小山头就小遗村几个小山板 但他总是说这是我们的家乡 有有 破布啊 有很多海鸥啊 幻想了一个世界 他心里面 这对我有影响 他是新华书店卖书的 所以你是在小时候在书店里长大的是吧 对 我是在柜台后面 小凳子上坐着看书的 然后我也知道很多人偷书 我父亲他们都知道谁偷书 但他们都不敢抓 因为那些偷书的人都其实很爱书 只是没钱 而且都是学校老师 你要抓了以后就把他的事情给搞坏 那有时候他们会去他家向他要回来 悄悄的 这么可爱 我是很小就在这个书店 听他们在说谁来了又要小心 我记得你回忆过小时候看的烧书嘛 烧了几天嘛 父亲说他 你现在更详细的记得当时的场景嘛 烧书那是什么感觉 对 当然记得 主要还是因为那个 其实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我已经小学一年级了嘛 对啊 白天因为一般白天 你在烧东西那个烟囱 黑烟都出来 林基马上都知道什么事 对 就像谁家的肚子大抢 都是林基之道 那我爸特小心特怕舍的人 所以这个烧书也是 你就要悄悄在晚上烧 人看不到才烧黑烟 所以我只有说的是 这个小时候这个亚裔 从父亲的身上来的 他这个规规矩矩 他胆子很小 但是他后来就对抗社会 他对改革开放很抵抗 还有对这个资本的怀疑和担心 但他就跑到山上 像出家人一样 在山上写那些大字 在砖上写大字 是一种内在的破坏 我不愿意内在破坏自己 我是乱破坏外面的 要破坏别人是吧 小破坏 他是很内在 他很好内耗 我还好找到火药 男人男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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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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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如果都是盖子 就是没有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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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那个鱼体啊 确实是它也不是它 那是它以前生命的一个宅体 它借来的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现在已经用旧了 用坏了 所以你是可以很简单地烧掉 你怎么看到自己的现在神秘的能力呢 是 因为我经常说我是宠 神的宠儿 嗯 就你的少年是一个 我们前周以前还没这样 是一个很小的城市 那我们家就在这个宽城湖 宽城河的旁边 那就钓鱼啊 游泳啊 就是这样的 嗯 可是这一种在家乡的这个东西 到了宇宙观的解放 是一个必然的 宇宙观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关于时间的空间 关于这个看不见的世界 还有一个是 在日本我有宇宙物理学学习的机会 就发现 哇 对宇宙的认识 从科学上也有这么多的 嗯 速播 汇日破诸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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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倒是被问了 我也没有很绝望的时候啊 嗯 他们还小他们碰到你的时候已经不去了 没有他们都知道我左边他们跟着我左了很多国家很少对吧很少嗯 就是你从来没怀疑过 乍说的是不是艺术 当然怀疑过 一直都怀疑的 不能全部都是艺术的 肯定也有一些不大艺术 比如说关于艺术家的形象问题 自19世纪以来 用艺术家形象是一个反叛的 或者说一种冲突的 但你做的所有东西 却是一个高度可以参与的 大众是 你已经说的这个其实是误解 艺术家并不是这样 从古代以来 艺术家是很想进入那个主流 很想获得成功 然后讨好有钱人伦伯郎 很想成为跟艺术结婚 很想成为那个时代 那些商人的宠物 这些是历史的真实 但为什么他们就伟大了呢 就永垂不朽呢 我猜测啊 关键就是强烈的这一个要起成功 要进入这个事情的同时 他们有一个内在的自我还行和自我瞧不起自己 自我反抗自己的意志 所以他们是在这个摇摆里面找到一个平衡 就是又在给教皇化肖像 但又面临着自己的创造力和自己人生尊严和价值的摇摆和挣扎 所以他们能够捕换 所以他们能够捕捕捉捕捉锁脆的肮脏的肮脏的 好的藝術留下來的 是這個掙扎的坦然 和有這個天才的能力 在上寫給佐拉的信 一分封都在宣布 他是在進行藝術史上 多麼偉大的發現和努力 很快可能再過一個階段 人們就會承認我這個 沙龍會讓我拿進去一張畫的 他已經比沙龍都了不起幾倍了 他都不知道 這就是現實 但是我們會說他們都是如何反潮流 如何反體制 其實他們都是很想成為那個時代 那些商人的寵物 但是他們卻創造了革命的一所 我不知道這樣說清楚了沒有 清楚 如果說你是這個 剛才講的那些偉大的藝術家 宮廷在一起的 如果說你是這個 全球資本主義時代這個宮廷中 偉大的藝術家 你會喜歡這樣的說法嗎 我已經得到了這個利益和好處 我不要再裝逼說我是緩資本主義啊 我是什麼 這根本就他媽就更讓人難受 我已經夠讓人難受了 當然了 你讓很多人難受肯定 你說對不對 然後再裝逼一次 對 他媽就把自己都賣掉了 就是我經常要找讓我疑似的方向 因為你是做這個事情的 你是天才 你一定要承認 你有一件事情人家還沒說 你都已經很多點子了 可是那東西沒用的 那東西你要一直走一直做 你就變成匠人了 因為做作品了 咱就是幹這個的活 其實你發現你迷失了 你除了怕以外還高興 對吧 都會這樣 這個迷失需要什麼手段嗎 有的藝術家通過什麼別的東西 你是通過什麼呢 需要手段嗎 但我這個筆迷不知道會不會說得通 就是好藝術家 基本上是一批好的野生動物 他絕對不是動物園的動物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前提 我是在多哈我們去拍的《國王的馬皇》 國王的馬是從化妝 要給他按摩 他有游泳池 有跑步機 他什麼都有 馬在跑步機上 對啊 跑 然後他兩種 一種是跑步機跑 讓他流汗 一直在健康他的能量消耗多少 體脂什麼 然後馬唯一的開心就是 要給他炸這個腿和手的時候 他知道要帶他去交配 但帶到了前面的時候 母馬就給他綁著 母馬的屁股對著他 那這個母馬和他衝上去的前面 做了一個鞍馬 就是我們體操跳的鞍馬 裡面有一個洞 洞裡面已經裝了一個塑料袋 然後那個公馬就被牽到鞍馬方向 向著那個母馬啊就興奮 一下就打出去了 打出去了以後母馬氣死了 然後就把那個袋子 這麼多的精子 拿到那個房間裡面 檢查資料怎麼樣 資料很好 就給他冷凍起來 動了多少時間再拿出來 就很多死掉了 剩下那些火下來的 就開始賣了 一顆賣幾萬美金 賣給全世界 我說能不能帶這些馬出去野外 因為他不能整天在這個游泳拍這個啊 一帶去了 你看我們給他享受人間天堂啊 一到了野外 馬他媽跑了 全跑了 注意啊注意啊 後來他們都有經驗 後來警察安慰我們不要怕 這些馬在沙漠上撐不了多久了 最後都乖乖找公路的旁邊來等待救 我為什麼要說這個呢 就是這個東西是收不住的 你給他讓很多 他都是野性的 好馬 肯定是野性 你無政 那麼當然野性是什麼 是嗎 那些藝術家其實 他們有能力 就我們說的古代這些藝術家 他們是時代的從鵝 哪怕他們人生很潦倒很苦難 其實都是寵兒 但是呢 他們是有反抗的 才會做那些作品出來的 他們並不是沒反抗的 連托爾斯泰連普希金 普希金也是被那些誘惑 一直在攪著攪不清 自己搞得自己越來越亂 但他真實的人性都是在那個時代 站在咸崖的邊緣上 很怕掉下去 但叫他走得裡面一點 他又不願意 他就偏偏要站邊緣 但其實是又很怕掉下去的 這才是真實 那你覺得你身上的野心是在衰退 還是在沒有變 還在持續還是在增加呢 我是58歲 十二月就59歲 明年就是60歲的本病年 對不對 熟悉的 荷爾蒙肯定要下降 但是荷爾蒙的有效使用 肯定比以前更好 當你年紀也大了 你就對這事情敏感了 因為當你會慢慢的失去 你就會更珍惜 每一個東西它都是在破壞的同時 才會有意思起來 只是在建設的同時沒多少意思 就算了 不然你會不會 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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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 好 好 有的人可以把自己的夜间没有来 或者高潮了 或者生了孩子了 这一种彷徨和喜悦 做成作品 大家就鼓掌了 就感到这个对人性和艺术性 有很多的看脱 但当中国艺术家 表现了生孩子 找不到房子 或者是夜间来的旁渡 人家会怎么好笑 中国艺术家应该 所以他的社会更严重的问题 这个中国艺术家就被要求了 所以当人们说 你做了那么多 我发现你都没有达到 我们要的说的那一些主题 我就经常忍不住 悄悄回答他 因为你们要求了 我就不做 是因为你们要求了 所以这一点我是说 中国艺术家 不容易一点 但是我也说过 中国艺术家也有太容易的点 做一点艺术 世界就鼓掌 然后还没做怎么样 商业市场就很欢迎 所以人们经常会开玩一下 撇开你们那些故事 你们在艺术史上 有什么东西吗 中国的艺术家 对世界的当代艺术化 一点都没有影响 一点都没有 只是这些艺术家 相对在艺术语言上 有贡献 老蔡的世界上 可以这么的自由的借用 不同的元素 把它们混为一炉 我觉得或多少都跟全州的这种个性有关系 好像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兴趣 都能在这个地方找到自己的归属 而且它没有彼此的融合 然后看见风吹过植物 摇曳多姿的 你到这里之后 你就会发现 它所表达的很多方式 一东西 它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它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积蓄的延感 那种浓重的对乡土 对家族 现在想起父亲经常会想起的场景是什么呢 比如你刚才拜他的时候 读书 抽烟 喝酒 写字 这几个场景 他这个人活得像仙人 然后做人又很胆小 但是创造了一个世界 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他的先锋性 他很不愿意下来这个世界 面对这个世界 那以前我感到他是一个很 说得很土的话就比较乌人 退缺 但现在有时候想想 这是他的勇敢 内容反抗 对 他的勇敢 那会比如说偶尔会问自己吗 是不是我不够勇敢 或者会这样 当然当然是这样的 但是 就是你要真实 真实就是你的勇敢和力量